你醒醒啊 这是 怎么一回事 仙女 什么仙女 你快告诉我们 这个人是不是溺水了 她 她这不是溺水 是被湖里的水妖害了 水妖 现在何处 这 我也不知道 以前我们在湖里打鱼 从来都是太太平平 这段日子却总有人失踪 没过几日就被发现昏倒在岸边 肯定是被水妖害的 妖怪 她醒了 你们 你们真的是仙人 请问 你可记得是如何遇见妖怪的 我 我记不太清了 我把船划到百灵洲边上 就被大漩涡卷了进去 船没了 水下好像有很多长相吓人的妖怪 后来 后来 后来我就醒了 我只听过潮湖的百灵洲上住着奇怪的大鸟 倒不是这里的水下有妖怪 难道和那个遗迹有关 什么遗迹 据说潮湖边曾有一个小国 因为触怒了神明被罚整个国家都沉入湖底 不过那是很久以前殷商时候的事也不知真假 这一类的古迹要是年月久了 风水生变 最容易成为精怪盘踞的地方 不管真假 我们都要过去一探 若真有妖物盘踞在此 实为一大祸害 仙 仙人 你们是 是 是要去除妖 二位快些离开吧 此地不宜久留 是 是 多谢仙人救命之恩 诶 等一下 仙女还有什么吩咐 你有没有船进来用用 我们想去潮湖的百灵洲附近看看 既然说水妖常害渔民 我倒是要瞧瞧 水妖能拿我们怎么样 有 当然有 一条破船 我只怕配不上仙女 船就停在这岸边 要给你们多少钱 诶 我不用不用 仙人要去除妖 我们老百姓 感激都来不及了 怎么还能要钱 是啊 我们赶紧去告诉其他人 这个好消息 不要钱 真不错 那等一下办完事 把船搬回去 说不定以后还有用 云公子不会想欲船而飞吧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还是孟黎厉害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忍住 不要跟他说话 耍得自己被气死 上船吧 嗯 那个人说的大漩涡 就是这里吧 我们就这样等着 妖怪会不会自己上来 谁知道 总不能直接跳下去吧 我们正是要潜入水中 不是吧 物要慌张 我会传你们 穷华派水溪之术 在水中 可把口鼻呼气如常 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紫英 你可能不早说 事不宜迟 你们且听好 水溪之术 水溪之术 听起来蛮简单的 我来试试 这些是 青铜顶 青铜人面 这里 这里果然就是 殷商居朝国的遗迹啊 这住的全是妖怪 长相都好有趣 蛮气重重 果然是妖孽聚集之地 紫英 你先把剑收起来好吗 我看这些妖并没有恶意 妖本身即是恶 难道还会存有善念 不能这么说吧 像是之前在女罗岩 遇到的那几只 寿养女罗岩 你曾去过哪里 那个 紫英你说 居朝国里 会不会藏着昆林呢 我觉得有可能 毕竟这里也是 灵气汇聚之地 总会有些 非同寻常的东西 那 紫英 不如你留下 我们先去打探打探吧 现在就跟这儿的腰翻脸 恐怕不太好 不必 我跟你们一起去 虽是以玄霄师叔之势为先 但深入妖泪巢穴 绝不可掉以轻心 好吧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别和这里的 妖气冲突 我明白你的顾虑 只是那些受苦的 渔民又当如何 那是 是怀米他们 你们怎么会来居朝国 怀之 还能再见到你 真是太好了 你们 怀之 快退后 娘 老大 快 你没看见那个人吗 就是他杀了爹和娘 对 是他 就是他 把爹和娘都害死了 我倒是谁 原来是女罗岩的妖孽 竟还有漏网之鱼 紫英 你听我说 也好 今日我就在此斩草除根 紫英 住手 天和 你是什么意思 怀米他们是朋友 什么 可笑 人与妖气能做朋友 这些妖物曾与女罗岩伤人 如今又潜伏在 湖底 伺及托人溺水 你竟还要回护他们 你 你乱讲 是那些人自己不小心掉进漩涡里 还不是我们害的 我和其他妖害好心把他们推上岸 妖会救人 一派胡言 紫英 上天有好生之德 他们尚且年幼 就算年幼无知 长大之后一样要去害人 我们从来没有害过人 只有人来害我们 那在女罗岩伤人之事又如何说 紫英 人为了填饱肚子 为了保护自己 杀死其他动物 甚至是杀妖怪也没什么 但怀米他们又没做错事 就算他们的爹娘伤过寿阳城的人 这也是两回事 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把他们杀了 死时不除去他们 待日后强大起来 岂不追悔莫及 要是让你在这里痛下杀手 我才真要后悔 你让开 不可能 你 紫英 你冷静一下 为什么你只当妖都是恶的 人都是善的 难道就没有例外 灵莎 怎么连你也 你们都要拦我 紫英 好 好 看来只有我一人最是奇怪 道不同不相为谋 今日你们在此 我不必来 就此别过 紫英 对不起 紫英她 她是我的朋友 就算你们说要报仇 我也会阻止 你是你 她是她 朋友还是朋友 宠人还是宠人 老大说得对 我们现在还小 长大以后要靠自己去报仇 为什么 会变成这样 你们几个 为什么要来居朝国 本来 是想查清楚 近日妖怪伤人的事 而且 我们还要找一种 叫做昆灵的东西 你们呢 又怎会住在这里 喵 老大带我们离开 女罗言之后 遇到其他好心的妖 就告诉我们可以来这儿 喵 这边的妖很多 但是大家都很好 不会随便伤人的 离开女罗言之后 我常常担心你们 现在看到你们都平安无事 终于可以放心了 喵 谢谢 你是好人 喵 你们说的昆灵 是不是一种大鱼的鳞片 是啊 怀民 你怎么知道 我听居朝国的长老说起过 我帮你们去问他 跟我来 喵 跟上跟上 这样真的可以吗 上次还送给我们土灵柱 喵 我说了 朋友是朋友 仇人是仇人 朋友有困难 一定要帮 快来 我带弟弟先去长老家了 在这层平台的最上层 你们一会儿就过来 我会告诉其他妖 你们不是敌人 喵 谢谢 我的朋友 他们 都是这样善良 和人没有分别 为什么 紫英就是不能明白呢 怎么了 是不是长老也不知道 昆灵的下落 没关系的 别难过 最多 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找 这是 长老说 他很感激你们帮过妖 很少会有人对妖这么好 他愿意把自己搜集的昆灵 送给你们 作为报答 真的吗 太好了 这个东西寒气好重 要不是长老在上面施了法 我根本难不了 辛苦你了怀敏 还有 谢谢你们的长老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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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米 你是在替我们难过吗 这没什么的 长老他愿意帮忙 已经令人感激不尽了 对啊 而且 长老虽然让我们赶快走 但也没有强行驱赶 说不定 下回我们偷偷溜进来找你玩 他也会睁着眼闭着眼的 那你们一定要再来哦 当然 一定来 不过有件事 我还是不明白 怀米你说 湖里的腰不会伤人 那些人是自己溺水的 可是为什么 会突然有这么多人溺水呢 那是因为湖上多了好多漩涡 船滑到附近就会被卷走 这更奇怪了 我以前来过潮湖附近 那个时候 没听说有这些漩涡呀 我听长老说 这就像月亮和潮汐的道理 因为有个巨大的岛从潮湖上空飞过 湖面才会变成这样 要过段日子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 巨大的岛 那是什么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样说来 渔民要更小心才是 不如我赶回兽养一趟 请裴大哥在城中发个告示 另外派人通知附近村子的渔民 最好先在家中歇息一段日子 少挣的钱就有县衙补贴他们吧 这是个好办法 由官府出面 也很容易就能破除妖怪害人的传言 想个稳妥些的理由就行 那我们快些回岸上吧 兵分两路 我和天河把昆林送回穷华派 孟黎就去兽养 好 怀民 我们走了 这次多谢了 下次再来看你 还有其他弟弟们 对了 我会带很多很多离箱讨给你们 说话要算话哦 我和弟弟永远把你们当样好的朋友 我先回兽养一趟了 好 你多保重 替我和天河向刘府的人文好 嗯 一定 云公子 什么 云公子心神不定 一定是在担心死鹰的事 云公子请多保重 孟黎先回兽养了 保重 你也要保重 我很好 没事的 天河 我们也走吧 你怎么了 从刚才开始就闷闷不乐的 是不是 是不是还在想子鹰的事 灵莎 你告诉我 刚才那样 就叫做吵架吗 我听说 吵过架的人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说话了 可是 在我心里 还是把子鹰当成朋友 虽然她想杀怀米他们 我很生气 傻瓜 其实 我心里也很慌啊 等一下回了穷华派 万一见到子鹰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 我想 孟黎也不好受吧 可是她还挂心着附近百姓的安危 说不定回到刘府 她为了不让别人担心 又要强颜欢笑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 至少 我们先回穷华派去 一直在这里难过 也没办法和子鹰和好啊 你说的对 我们走吧 你不就是那个女飞贼师妹 怎么子鹰师叔 还允许你下山吗 你说什么 没 没什么 其实啊 我觉得师妹肯定不是那样的人 其他人也未免太疑神疑鬼了 少来 你有没有看到子鹰 师叔 有啊有啊 我看到他遇见回来 不过那个时候 师叔的表情真可怕 从来没见他那么生气的样子 吓得其他弟子都不敢靠近 那现在呢 他在哪里 这个嘛 掌门突然把长老和一些弟子都照了去 好像有什么大事要说 师叔他也去了 天和 我们还是先去找玄霄吧 玄霄 玄霄是谁 是本派玄自辈的 可是 也从没听过这名字 管那么多干嘛 又不是你认识的人 而且 我明明说那么小声 居然还拉长了耳朵听 真讨厌 我 我只是 只是 天和 我们走 玄霄 让我一个人去好了 我心里还是不舒坦 想要单独和大哥说说话 好吧 我去打听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待会儿再见 好 师妹 有事 师妹 你别再犯错了 要是惹得掌门发怒 你真会被竹下山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的关心 师妹 天和 天和 怎么回事 你气息混乱 神色不定 出了什么事 莫非 是修炼宁兵诀 寒气侵入经络 大哥 我身体没事 好得很 嗯 看来你的体质 的确非同一般 实在令人 既然无恙 为何气息如此混乱 大哥 你以前 和别人吵过架吗 是和自己很要好的朋友 为何有此疑问 我和紫英 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都很生对方的气 我不知道 要怎样才能变回以前那样 莫容紫英 那定是她的不对了 虽然我觉得自己没有错 可是对紫英说了那些话 又觉得后悔 我这个人不大会说话 有时越搞越糟 大哥 你说我该怎么办 人既有七情六欲 彼此相处 发生争执乃是寻常 不过 只要今生今世还能见面 就一定有挽回的余地 最怕黯然分别 从此天各一方 直至老死 就算想求得对方的原谅 也永远没有机会了 大哥 你遇到过那种事吗 以前年少气盛 曾经伤了一个人的心 等到许久之后冷静下来 才明白大错一成 你破冰出来以后 可以再去找那个人吗 他死了 阴阳两阁便已无几 除非时光倒流 不然一切都只是枉然 所以你与慕容紫英之事 倒不必如此沮丧 与其茫然无措 不如鼓足勇气 与他说上几句话 或许事情 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机 我明白了 谢谢大哥 我一定在下山之前去找紫英 下山 大哥 我 我不打算继续待在琼花派了 今天是最后一次来禁地 素瑶主你们下山 没有啊 是我自己不喜欢这里 以前我住在青鸾峰上 还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地方都一个样 后来灵莎告诉我 山下和山上完全不同 我觉得新鲜好玩 又想打听爹和娘的事 就高高兴兴跑了出来 一路上也挺不错 但是进了穷华派 我有点讨厌这里的人 当然不是大哥你 也不是紫英 而是其他弟子 他们骂灵莎是小贼 还想把她赶下山 我实在很生气 这么说来 你要走 却是为了那个姑娘 也不全是吧 反正我待在琼花派 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再说 要帮大哥找的三件寒气也全找到了 这事才是我最挂心的 现在总算有个交代 至阴至寒之物都已找全 是啊 我近来是脑子里一团乱 竟然忘了说 大哥 你看 这就是长老说的另外两样东西 梭楼果和昆林 好 好 我等这一日 已等了太久太久 天和 你帮了大哥很多 帮了穷华派很多 以时机来说 确实分毫不差 时机 没什么 天和 若是大哥希望你留下 你也不愿吗 大哥 这里真的不是我喜欢的地方 你破冰以后要是想见我 就来山下的波仙镇吧 我和灵莎梦离都有点担心妖界的事 暂时不会走远的 如此说来 你下山的心意已决 大哥多说也不用了 大哥 对不起 无妨 人各有志 岂能相强 妖界之事 你不必过于担心 我有宁兵觉护体 在收容三寒气之力 往昔修为 定能毫无顾忌地施展 其他小妖都不足为虑 唯一要注意的 只有那妖界之主 那是谁 比大哥你还厉害吗 比我爹呢 我当年另有他事分心 并未亲眼所见 但我师父前代掌门太清真人 与那妖物缠斗 竟也不敌身死 有弟子说 妖界之主身法诡秘 如幻影飘忽 一朝一世尽是利落很多 绝非一语之辈 听起来很厉害 那又怎么样才能打赢他 以我今日之力 也未必会居于下风 不过大哥尚有一事相求 不知你能否答应 什么事 大哥你尽管说 你身上的妄疏剑 可否借我一用 因西河妄疏原是佩剑 我运功破冰 除去三寒气之外 还需双剑的阴阳之力配合 这个呀 大哥尽管拿去 反正这本来就是穷华派的东西 与其留给那个小气掌门 不如留给你比较好 多谢 天河 你助我良多 玄霄永至难忘 说什么啊 我们都是兄弟了 帮你是应该的吧 是啊 兄弟 你且走吧 此地悬兵非一时半刻能够破除 而我运功定会波及四周 恐怕有误伤于你 好 大哥你从禁地出来以后 要是我已经不在穷华派 千万别忘了来山下看看我 我相信 你我缘分 不会如此值钱 大哥这样讲 到底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呢 你去吧 十九年的遗憾 为前人所不能为之事 否则人生一世 还有何意 喧嚣 使灭妖界 大哥今天真是有些古怪 说的话也让人听不太懂 哎 算了 想不明白就不想 不知道孟黎回来了没有 我先回房休息一下 等她回来 就喊上灵莎 一起去找紫英 但愿真像大哥说的那样 紫英还会跟我们和好